每个人在一天之中有15-30次的不自觉买厌 你相信吗? 大家好,我是Aista 欢迎大家来到All Sense 观觉 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课题 关于买厌 买厌是一种很痛苦很伤心的很不满的一种情绪表现 很多时候买厌的人都不觉察到他本身在买厌 根据研究,一个人在一天当中就有15-30次的不自觉买厌 你相信吗? 我们来看一下 从每一天当中,我们一睁开眼睛 刷牙,出门 就从那一刻就开始 比如说 抱怨,时间不够用 抱怨,塞车,很堵塞 抱怨,钱不够用 这也是其中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仔细去回想一下 一天生活当中的话 从一开口 对外讲话的话 去检查你自己所讲的话 是不是有抱怨,满怨在当中呢? 所以我们回来看 我们回来看一下 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会买厌呢? 他有五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事情不如我们所愿 很多时候我们对事情 我们有一个期待 或者有一个标准 当这个事情出来的结果 不如我们所愿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买厌 举个例子 像孩子读书 那我们花很多心机 做父母的 就花很多心机 在孩子的课业上 花很多时间 陪他们温习功课 安排他们补习 考试成绩放板了 成绩不理想 那做父母亲的 就会买厌 为什么? 花了这么多时间 花了这么多心思 为什么成绩 还是不理想? 那这个也是其中一种 买厌 买厌我们的孩子 买厌我们的家人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这个事情所出来的结果 不如我们所愿 这个是其中一个 那第二个呢 的买厌就是在于 不被重视 不满的一个表现 那这个很容易在我们的一个 职场上能够看到的 我这么卖命卖力 为公司去打拼 但是老板没有看到我 老板没有给我升职的机会 提拔了另外的一个同事做主管 那肯定是很不满 老板的一个决定 一个结果 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 在职场上 时常看到的一个 抱怨的一个情况 那第三个呢 第三个的情况呢 就是在于举一个例子 就好像一个石头 掉入水面上 掉入水面的时候 在水面上就 产生了这个年期 也就是说 这个事情 抱怨的发生 是对外面的劲 对外界的一个刺激 或者外面的事情 而产生的 而不是内在 所以这个是其中的一个 抱怨的一个状况 第四个 也就是当 抱怨 重复重复重复的 在抱怨的时候 就变成了一种习惯 那在工作上 抱怨工作 抱怨同事 抱怨公司 抱怨老板 那 重复重复重复 就变成了一种习惯 那如果 这个 抱怨的这个情况呢 是对于外面的 外面的人 邻居啊 同事啊 那还好一点 那如果 这个情况是发生在家人的话 那比如说 那比如说 夫妻 比如说 两性 关系 父母 孩子的话 那就会在家里 制造了一个 负能量的一个 质才 这个是对 家人的一个关系 是不太好的一个 状况 第五个 这个也是最惨最惨 发生在 性关系的 也就是当这个抱怨 变成了一种习惯的过后 久久之 这个抱怨就好像一个打火线 动不动 就会 导致了 伤害了 对方的一个 自尊心 举一个例子来说 那这个是在 一般 情况 家庭的一个状况 可以看到的 那 先生放过 会让 医生的疲累 做了下来 就是享有一点点 个人的时间 那 看包子啊 或者是滑手机 那太太 也想争取 这个先生放工回来的时间 能够有相处的时间 那更想跟他 来报告一下 一天下来的一个情况 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感受 情绪 就很想跟先生来做沟通 但太太也是在那边讲啊讲啊 先生就觉得 还是埋头的 看着手机 或者是看着他的报纸 那太太会怎么样思想呢 她就觉得 我在跟你讲话 你在看你的报纸 你不尊重我 我在跟你 要跟你一起一起 把一些家里的一些情况啊 或者我个人的东西啊 我们很想做一个沟通 但是你就是 看你的报纸啊 或者看你 滑你的手机 所以很不被重视 很不被看见 所以当这种情况啊 每一天 乐福一乐的在重复的时候 就在太太这边 种下了一个种子 种下了一根翅 那这根翅呢 在以后 他们在 在因为一些事情 而吵架的时候呢 这个之前 不满所种下的种子 就会搬出来 变成了一个导火线 那这个导火线出来的时候 我都跟你讲啊 之前我都跟你讲过了 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沟通 就这样子 而引发 而导致 所以这个 满咽 抱怨 没有处理好的时候 尤其是在家里的一个环境 夫妻关系 父母关系 孩子关系 那就会对于家庭的 的一个气氛 就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 买咽呢 其实它真的是一种情绪的一种 出口 一种反应 一种出口 但是这个出口 是在问题里面打转 它不是在解决问题 它是在问题里面 就是一直在里面打转打转 把自己的这种 症痛啊 把这种痛苦啦 不满啊 就是这样子一个抒发 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个买咽 我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要怎么去解决这个买咽 那我们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有五种方法 那可以让大家去 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操练 那也可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把自己 带离那种 状况 那第一个 就是让自己 独处 让自己 把自己 让自己静下来 自己独处 因为当你静下来的时候 你沉淀下来的时候 那你就能够成为一个情绪的一个盘观者 你去看待这个事情 诶 为什么 会是这样子 他的立场是怎么 那你可以跳出来去看 让自己静下来 去旁观 这件事情 这个是一个很好 很好的一个操练来的 先 把自己跟开 让自己独处 静下来 这个是第一个方法 然后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 就是 转个角度 来看事情吧 因为事情都发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有因必有果 那我们可以一个 换位的一个思考 处在别人的 角度 视野 来看待 这个事情 然后第三 第三个呢 就是 我们可以 这样子 就是说 把这个 多听一下 别人的故事 那 别人的故事 呃 无论是好的分享 那我们也去看 也去听 或者是一些 比较 在别人的一些 在 比较不幸的 或者比较艰苦的 一些故事 分享的话 其实也是相当的 激励我们 让我们看到 诶 在这样的 一个情况之下 是怎么样面对的 是怎么样子 跨过去这个问题的 而不是处在 把自己 关在一个 很悲伤的一个状况 他是怎么样子 跨过去这个问题的 所以有时我们在 听别人 在讲 他们 比较不太幸运 或者比较不太幸运的 应该说 不太愉快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借镜 这个借镜是让我们去看 诶 是的 一颗镜子来的 一颗镜子来的 别人的故事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镜子 来提醒自己 不要这么多 买厌 抱怨 其实我们还是属于一个很幸运的一群 那还有一个是第四个 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那如果我们在缺点那边看的话 是我们会很痛苦 一直看到别人不好的 是我们会很痛苦 我们会很不满 会让我们产生很多不满的一些情绪 但是 当我们去把 拿着一个放大镜 去放大别人的优点的时候 看的都是美好的时候 那 不是更好吗 你把事情 看美好的一面 都是有好的 虽然我们知道事情是一体两面 但是你往好的方向去看的时候 其实你也让自己好过嘛 对吗 那第五个 第五个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就是 谢谢所有事情的发生 对不对 这个也是一门我们的学习功课 事情不如我们所愿 它是让我们来学习 我们的功课来的 生活的功课 或者是生命的议题 那我们应该 顺从着宇宙的一个安排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那我们抱着谢谢的一个心态 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舒服很多 你就往后退了一点 舒服了很多 前面的路就宽了很多 所以满烟 其实是让我们从当中去学习 满烟是让我们从当中去突破 满烟是让我们从当中去提升我们自己 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请不吝点赞